街巷人员来到了高雄前景区 文武一街的移动大楼外头来进行救援 可以看到这个八楼的这个住户呢 住家外头不停的冒出浓浓的黑烟 消防人员赶紧出了云梯车来救这些 受困在楼上的这些民众 那至于起火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民众说疑似是因为 他点了这个金油酿成火警 我昨天晚上就点了 我七点就去运动 这名男子表示呢 他疑似因为点了这个金油的蜡烛 想要来驱虫才会酿成火事 接下来到现场的时候 有六名人员待救 最后也平安将这些人救了下来 目前消防人员初不了解的起火点 就是位在八楼的这个住户 他们家门打开来的房间里面 初步看到有许多的杂物 还有衣服呢都被烧光光了 至于详细的起火原因呢 还要再厘清 是' trong Sud的这些物料 所以我 Terje aqu Đi 谢谢